德国老将波尔连续两场演出逆转胜,取自国际桌总官网。 记者许明里综合报道,36岁德国老将波尔,在2017年男子世界杯桌球赛八强赛,先克服局数以比三落后,决胜局更在4点十分绝境下,化解八个赛末点,最后以4比3逆转击败世界排名第九的中国新秀林高远,闯进四强。 国际桌总胜赞,这是波尔职业生涯近20年来最轰动的胜利之一,林高远则继今年市井在16强占决胜局措施10比5领先,遭许新大逆转后,再一次在大赛受挫。 世界排名第五的波尔,台湾时间今晚在四强赛对决现任世界球王马龙,又是在局数以比三落后下扭转乾坤,以4比3爆冷班巴里越奥运金牌马龙杀进决赛。 世界排名第四的奥恰洛夫在另一场准决赛,也以4比3逆转世界排名13的法国好手高齐,将汉波尔在决赛上演德国内战。 第15度参赛的帝庄智渊在16强占意外以2比4败给世界排名41的俄罗斯新秀吉巴耶夫,世界排名33的陈建安则因肠胃性感冒,全身酸痛,在第一阶段小组赛就宣布退赛。 中国林高远错十八级赛末点遭老将波尔大逆转,取自国际桌总官网。 庄志渊在16强占不敌俄罗斯新秀吉巴耶夫无缘八强,取自国际桌总官网。